各位仓位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呢 咱们来介绍一个被赌上的一个漏 这应该是大概一个礼拜以前的吧 从美国那边出来的这么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呢卖了多少钱呢 它是卖了15万5000美金 那么这家拍卖行呢 我没有任何了解 因为这家拍卖行呢 应该说它跟中国艺术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它应该是在当地街区啊 给老百姓就是家里什么东西反正都能卖 好像每两个礼拜就组织一场拍卖啊 来什么卖什么 但越是这样的地方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比较重要的物品 所以这是说不清的 大家想要去找呢 找不到 但是冷不惊的就出来了 最终卖了15万5000美金 描述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它写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粉彩的一个瓶子 加庆款啊 可见这个拍卖行老师呢 对他没有了解 他还能知道这是加庆款 我觉得这已经不大容易了啊 那么2024年1月25号 估价呢 是1000到2000美金 这意思什么呢 就是拍卖行的专家老师一看这个画片 觉得画的挺满的吧 这个钱总归是要的 那么一旦上线啊 好像任何东西啊 就是漏不掉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LiveOctionNets上面 343位老师关注这个物品 也就是说呃这个量是极其的大 我相信很多老师可能也比较了解 这些invaluable啊等等这些拍卖平台 对不对 343位bidders关注 这应该是呃破纪录式的这种 这种这种情况啊 呃我记得之前好像卖了一个断头的 法郎彩的一个瓶子吧 好像是美国纽约 好像也没有到这个数字啊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瓶子 咱们可以看到他这个starting price 好像是25美金 也就是25美金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起拍价啊 估价1000到2000美金啊 这么呃一个情况啊 也就说明拍卖行呢 也并没有重视啊 之前拥有的这个藏家呢 可能也没有重视啊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老的藏家收藏呢 然后老的藏家走了之后呢 呃小一代他也不懂 他也不喜欢 另外这个东西啊 他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坏掉的瓶子啊 因为这个瓶子呢 他其实正面看起来挺漂亮的吧 他其实底上有个洞啊 也就是他已经啊 他已经被其实变成一个灯了啊 挺可惜的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片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饱满的吧 上面的两个赤龙啊 整个这个肚子大大的圆圆的 一个抱怨瓶吗 这个样子 呃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瓶子呢 呃 这个画片 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的呃 传统的白子龙舟图的这么一个画片 呃 经常出现在一些灌药类的一些器物上面 那么像这样一个瓶子呢 呃 之前其实在苏夫比啊 也曾经拍过啊 就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画片 这个制式的这样的瓶子 但是他呢 是一对 那么呃 美国小拍拍了15万5000美金 那么苏夫比卖多少钱呢 苏夫比卖了3168万7500港币啊 而且这个价格什么时候拍的 这个价格还不是今天的 这是2008年4月10号在香港 也就是距今啊都已经十几年了 十几年以前就能够拍出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中文版的苏夫比 2008年的春季拍卖会 清乾隆 英细龙舟图 赤龙耳 扁胡 一对啊 他是一对 那么呃 这其实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 美国的这些市场上 其实欧洲也一样啊 经常出来这样的这个 重器 这样的大货出来 而出来的时候是一种让大家感觉很震惊的这个情况 就是呃 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物品呃 出来 其实可能 也许啊 这个漏是被堵上了 但有可能还有很多漏是真的就漏掉了呢 对吧 这其实是各位藏有老师关注这个艺术品市场的主要的这个动机啊 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呃 咱们做上手节目啊 很多老师呢 就是关注好像喜欢觉得这个东西对啊不对啊等等 呃 尤其是一些物品呢 觉得好像自己觉得看的不对 但是其实呢 呃 搞收藏的藏有呢 其实主要精力其实是花在那些呃 别人可能认为哎 一般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 咱们的眼力看出来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对的东西啊 也就是大家主要精力是花在找对的东西 而这个对的东西呢呃 今天呢 一旦上线的话 说实话还真的就非常困难 因为基本上可能就漏不掉了啊 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曾经跟大家提过 其实最好的方法呢 是线下 也就是说直接到藏家啊 有机会啊 去这些老外藏家的家里 如果能够 哎 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能买下来的话 那这是最好的情况啊 因为大家看到这里三千一百万呢 对吧 呃 虽然这个瓶子卖了十五万五千美金 但是呢 呃 呃 他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差异啊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苏富比这个记录还是2008年的记录啊 呃 但是啊 咱们也一般人也没有什么这个渠道说能够呃去这个老外藏家家里啊去看那一般而言这个资源呢都是掌握在这个拍卖行的手里的 也就是那些拍卖行如果他经常从事亚洲艺术品拍卖呃 那么自然而然他如果说做的比较成功的话那么他们手里会有大量的这样的这个资源这个客户啊 有些老外可能家里呢呃 他有很多中国艺术品绝大部分呢可能看起来也比较一般般但是呢有一些一般般的东西他们认为一般也许他就不一般了啊 所以这是这个是呃 大家看机会但是呢呃 大家千万不要买炸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老外老外可能没有要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呃 但是呢很多曹尔老师呢一下子这个激动了这个血压上去了 然后一下子可能就压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或者说直接就想买断或怎么样那人家瞬间就感觉出来就觉得嘿 这个物品可能是未必是啊看到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呃这种情况呢因为毕竟这是个艺术品市场所以呢咱们 咱们呢客户上来讲呢这个眼力啊这个眼力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富啊 能够有这样的眼力呢其实也是很多年的这个投入啊 所以这这也是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瓶子卖了十五万五千美金呃 十五万五千美金跟三千一百万当然差距很大啊 他底下这个洞呢确实是挺贵的 这个瓶子现在只值十五万五千美金了 那么使得他的这个身价呢从千万级一下降到百万级呢主要就是这个洞 那这个洞呢可能就值八百万人民币啊 呃他是一个加庆款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呃前面苏夫比的这个记录呢 他写的是乾隆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写的是嘉庆款 那么这里呢写的是乾隆啊 那么完全一样的画片怎么会一个是乾隆一个嘉庆呢 难道不对吗啊不是 因为呃我们经常说这个钱家呢不分呃 因为乾隆当过四年太上皇所以乾隆时期的很多画片这个官窑的东西啊有的时候烧啊就就延续的就烧下去了啊 那么呃也有一些物品呢可能当时烧了多了啊 那么呃毕竟这个皇帝比如说是要他烧比如说五个十个 那这个玉瑶厂呢可能呃就不一定只烧这个数量啊 那么有一些多出来的呢在库房里呢可能后面呢呃比如说嘉庆呢直接是就把这个嘉庆款就写上去了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物品呢其实是一样的呃但是款式不一样 那么一般而言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大家看到哎乾隆有啊嘉庆也有完全一样的这画片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估计呢这个物品呢应该就是乾隆晚期嘉庆早期啊这个情况 那么这么样一个判断但是即便这个瓶子本身是完全一样的呃乾隆款的呢还是要贵一些啊 嘉庆款的相对还是要便宜一些 所以这里看到呢就是15万5000美金但这个价格还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啊 我不了解他其他地方有没有破损我只是看到这一个洞呃我不是我不了解其他的地方 但是拍卖行呢我相信啊呃他拍这个瓶子的时候一开始他可能不知道 25美金估价1000到2000啊这很像就是我记得是去年的吧 法国的那个一个天球瓶对吧呃当时拍卖行老师写好像也是1000到2000欧元吧 最终拍了770万欧元这个情况其实这个拍卖行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 但是呢他一上线之后呃在拍卖之前这个气场出来这么多的人问他要照片 343位老师在live auctioneers上面那大家想一想这还有这个invaluble啊等等一些其他平台会有多少啊 还有多少人去现场啊给他打电话这一定是一件呃就是大家不想知道都不大可能啊 这这么一个情况也就今天这样的东西一上线还真的就基本上就没什么机会了啊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线下买的话一定得线下买线下买的可能真的会捡到挺大的low 这样一个瓶子100万呃在对比苏福比的那个3100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应该算是便宜的价格呃这样一个瓶子呢 大家总体看起来呃颜色啊非常饱满非常震 他呢这个老的东西啊这个矿物彩啊大家其实表面这个照片可能没看出来啊 他这个彩啊凸起来的啊是立体的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那么呃正面这个画片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白子龙舟画片 我们之后我们可以来啊再来聊一聊啊 那么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局部啊这个局部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呃各种矿物彩啊 他其实这个材质啊是不一样的 所以即便在这个物品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应该他的磨损情况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颜色的磨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 红颜色啊蓝颜色啊这个表现的好像非常好没有什么磨损 但是白颜色还有一个那个淡淡蓝色这天蓝色哈 可能有些地方的可能磨损的就相对多一些啊 那么呃这是因为这个材质原因啊包括烧制啊等等各方面 呃所以自然的这个表现啊这个磨损情况呢跟今天新的这个物品呢还不大一样啊 呃但是呢我要说呢就是老的这些物品呢 他其实并没有像像像大家想的做的这么好啊 他并没有说做的这么好 其实今天啊画缠之连啊等等之类呃做的比当时做的要好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说对这个老的物品很了解很熟悉啊 就单纯从这个质量上来看的话 大家觉得哎呦一看到一个瓶子做的真漂亮 他肯定做的那么精细 他肯定就应该是官腰就应该老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并不一定啊 这个赤龙其实说的实话做的也相对 其实也挺一般的呃相对比较一般的 那么呃这个白子图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白子龙周呢呃整个瓶子尺寸不是很大 那上面呢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小人啊 这些娃娃 那么这些娃娃呢其实呢呃画的呢也不能说他画的一定就有多好 但是毕竟他的尺寸在那边 他这个数量画的这个小人的这个数量在那边 所以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精细的 那么这个画片呢应该说呃比较传统的画片 他这个人物呢也很传神的吧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姿态啊神态啊有的在点这个鞭炮是吗 呃有的是在玩各种乐器啊神态把握的特别好啊 就是把这个主题啊呃非常热闹的这么一个喜情的这个主题非常好 也包括这个龙周嘛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拍的不错了呃 这家拍片好像提供了非常多的照片啊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一定是呃出来之后呢 受到大家格外的这个关注 那么这个龙周上也那么多的小娃娃大家看到他的线条非常流畅呃 呃神态表现得非常好啊呃 呃每一个娃娃都在笑啊 包括其实这个彩头啊各方面都是很很标准的很典型的包括这龙头也是一样啊都是很典型的这个情况呃 呃那么有各种各样这样的照片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神态啊这个彩这个彩都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彩这个时期的这个彩的这个彩的这个表现啊呃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彼此小娃娃之间也有一种神态这个这个交流啊呃所以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他的这个边边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颜色啊非常正啊呃这样的这个装饰啊其实我们经常看到啊其实他应该是另外一个面吧所以这个磨损情况其实是比较匹配的哈 还是比较匹配的那么呃这里的这个这个这个蝉之莲蝉之莲呢呃他首先啊这个万寿藤啊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他他还是要让人感觉这绕来绕去啊整体感觉要比较舒适的 啊呃他在这个表面上这个布局的这个结构啊呃让人感觉这个松紧的这个情况啊呃他感觉要比较舒适今天的容易比较做过因为今天的话蝉之莲呢是一个比较呃基本的一个基本功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局部啊呃其实当时呢他也没有说做的这么好 他毕竟啊受制于当时的材料呃也受制于当时的烧制的情况那么呃当时做这一类的这个物品呢呃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不熟悉这个老的东西去按照想象呢就容易可能会买砸进去因为今天这类的物品呢做的就做的就哎特特别的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之前啊就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就这个瓶子出来那么这个瓶子出来呢他其实这个圈足啊各方面啊他的这个老化情况还是不错的呃他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绘画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就是呃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当时也跟大家聊过第一呢呃他的确大家如果看局部的话 他确实做的非常好非常流畅这个颜色各方面也做的不错啊但是呢整体这个布局啊就是画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画的太密了啊他这个没有一种松紧关系一种节奏感没有他让人感觉好像有点呃放在那边看到这样一个瓶子大家觉得好像很舒服吗就是这么密集的这个情况大家觉得很舒服吗老的瓶子他并没有说这个会这样啊 他这种节奏感的把握松紧的把握呃跟帮旁边的那些呃画片啊等等啊整体的这个结构让人感觉放在那边要比较舒服对吧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他做过了这做过在哪呢大家可以看到呃他的颜色的确非常鲜艳啊这线条表达也非常的这个流畅啊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部啊就是局部那么呃有一些地方很刻意的造成这种斑驳感但是呃 呃对比于老的瓶子的话这老的瓶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矿物呃烧制啊包括这个磨损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呃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颜色可能比较容易啊被磨损掉一些颜色的可能不是啊但是呢像这样呢大家看不到这种关系啊就是很突兀的在一些局部好像很强调的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哎你看有磨损但是呢在瓶子的其他的周身的地方呢大家看不到这种表现啊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是一个新的瓶子呃当时看到这个底这个底啊大家跟大家聊过就是这个底啊大清加庆年制呢他凹在里面凹在里面呢他照理不应该有磨损但是这里呢刻意的好像好像有一种磨损这个磨损呢就不大自然啊另外呢他这个圈足呢其实还是可以的这个圈足我甚至不排除他可能的确是一个老的瓶子呃磨损情况也很自然啊今天好像新的瓶子要刻意做到这样的 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因为他身体周边都很新嘛对吧他怎么会这个圈足就显得好像这样的很磨损很自然的情况但身体上没有任何自然的磨损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整个绘画是不错的啊所以这样的瓶子如果大家紧紧从质量角度来看呃就觉得他好像是对的那那这个就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今天呢容易做过老的瓶子呢大家如果看着细节呢可以看到他其实并没有做的那么好 因为他受制于这个材料啊这个烧制啊等等即便他已经到呃乾隆晚期嘉庆早期呃已经做这类的瓶子非常游刃有余了但是呢呃他仍然没有像今天的这个这个制作工艺啊所以如果大家看局部的话会发现他其实也没有说做的这么好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啊包括这些小孩啊这些娃娃之前呢呃咱们也看过了 那么呃呃拍卖行呢还是提供了很多的照片啊他尽量的把各个局部都展示出来因为毕竟呃他们知道这个瓶子也许会卖很高的价格那么像这样的瓶子上呢毕竟这个画面嘛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哈呃这个画片呢让人感觉这么多的娃娃他的神态的把握还是相当不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呃他的动作啊呃把握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他这个尺寸其实应该看起来应该很小啊这个照片呢 真的不是非常干净啊呃拍卖行有些照片拍的比较清晰有些照片呢也拍的好像不是特别清晰但是呢这个意思呢已经已经到了也就是大家可以从这照片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瓶子基本上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情况啊这里这些照片呢看到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晰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照片啊那么这里照片啊他看到这个呃小亭子里还有这么多个娃娃在那边啊彼此之间的这个呃 神态的这个交流啊还是挺有意思200年前的这么一个一幅画吧也包括这个小娃娃在放鞭炮啊那旁边的这个龙舟啊龙舟上有很多的呃白子啊很多的小朋友在上面那么呃基本上就是这个瓶子呢大概这个情况那么他的口言呢这里也好像有一些破损因为他毕竟变成一个灯了对吧变成个灯的话可能他的顶部也有一些这个金属架构在那边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破损 其实也挺可惜的啊那么这个瓶子呢呃整体呢大概就是他是两个面啊两个面的这个画片呢还不大一样啊呃但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乾隆啊嘉庆款的跟苏富比卖的那个乾隆款的他是完全一致的啊他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画片一样啊应该说是就是一样的瓶子他只是底上落的款啊不一样那么落乾隆款的确实会贵一点 如果嘉庆款的便宜一点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是同样的物品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就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这样一个瓶子对不对那么这个瓶子呢呃当时介绍的时候呢很多藏友老师呢也很关注啊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瓶子呢我们是在保利2023年的保利啊当时拍卖预展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他成交价格是977万5000人民币2023年啊是最近的当时呢在这样一个独立展 桂里展出那么因为在这样的这个点光源又在这个这个柜子里嘛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很仔细的看清楚上面的这个画片的啊所以咱们呢就把这个瓶子给拿出来了拿出来来仔细的看一看那么这个瓶子呢保利呢当然也不是说就是来无处啊就是这个瓶子呢的确是2011年也就是再往前推十几年当时苏富比啊卖的是1000万港币了啊那么再往前的记录 记录有没有呢其实也是有的啊但是我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不太方便说这个事情啊因为再往前的记录是有的啊大家可以想象除了苏富比之外还有哪一家天行啊那么但是呢他们这个描述啊不大匹配也就是另外一家这个天行啊他他们他可能和苏富比的这些专家呢呃看法不大一样啊他们认为这个瓶子呢不是呃乾隆时期的呃 苏富比呢是写乾隆时期的那么保利呢就是按照这个苏富比的这个标识的年份呢来写的那么我相信这个原因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跟大家谈过啊就是咱们呢因为毕竟把这个物品啊从这个橱柜里拿出来了啊所以上手可以拍的很精细的照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呃具体的这个人物的开脸啊包括一些细致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当时那个瓶子的局部啊那么呃 他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画片呢是差差不多的都是白子龙啊白子龙周啊等等这些这是小娃娃那么呃这开脸的情况包括呃各方面那么可能有些藏友老师说这会不会是破损了之后修的呢当然这也有可能啊呃这我们不排除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说是有100%把握啊毕竟今天的这个修复的技术呃当然也可能这瓶子是很早以前修的啊咱们也说不清楚啊那么呃 但是呢之前呢在这个市场里也出来过这么一个呃如意那么这个如意上呢也是差不多的这个画片那么这个画片呢这个如意的年份呢应该也是呃乾隆晚期嘉庆早期这个样子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开脸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开脸也就基本上已经是标准见了啊但是这个如意呢当时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呃拍卖行呢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上面没有款他没有款那么呃 呃起拍价格也很低我记得好像也就是呃一千两千欧元这个样子最终落锤好像是三万多欧元落锤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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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呢最终还的确是我们的朋友买了所以当时呢如果说是去竞价的话还真的是经常在艺术品市场里最终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周边的人啊互相在抢其实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那么呃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脸啊这个彩这个线条 也包括这个眼神的这个交互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古画一个非常典型的也很开门的这个画片的那么差不多同样的题材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里啊那么这些小娃娃之间的这个神态的这个交流啊包括这个龙的情况那么这是一个标准见这几乎是一个标准见也就是说呃迦士德和苏夫比对于前面那个瓶子可能意见啊彼此还有一些不大统一 啊这也是为什么呃我放一些局部给大家看那么也就是说呃咱们探讨那个瓶子的时候呢其实不光是我们有一些呃就是可能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天行之间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呃这一个画片呢我相信恐怕就没有人有疑义了啊这个情况呃那么对比于这个瓶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呢没有说前面这个画的那么那么画的那么开脸这么好但是可能也是一方面就是跟尺寸有有有有这个限制因为毕竟这一个瓶子呢尺寸应该也不大但是上面的画的这个人物啊就特别特别的多那么不像那个如意呢那个如意呢上面画的人物相对比较少啊但是呢这个彩啊呃各方面的应该还是比较匹配的啊另外呢这一个瓶子上呢就是这些小人物的这些神态啊把握也 非常的好啊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各方面 这样的物品在老外手里老外的确是不了解的他们呢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一个是不是一个灯的这个底座就把它给卖了啊起拍价格25美金啊拍卖行的估价呢12000美金而且也没有写年代对吧就写的是一个嘉庆款啊他还能看出这个嘉庆款被打了洞的情况下还能看出嘉庆款说明还还不错啊那么呃这样的物品呢一旦上线啊就被堵上了啊所以 呃可能各位藏友老师跟我一样都在想怎么样能够到线下去买到这样的物品那么呃从我们个人的角度而言呢呃虽然说呃其实每个人的周边呢如果在这个行业那时间长了会有一定的关系网络但是呢其实主要的这个资源呢还是掌握在这个拍卖行的这个手里也就是那些拍卖行他专门从事亚洲艺术品拍卖的另外呢在这个领域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呢大家可以想见啊就是送派人很多 那中间有很多老外这些老外呢可能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呃老一辈呢喜欢小一辈不喜欢那么这个时候呢还真的有可能在他们的家里呢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祝大家好运啊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